是件史记 孙子无起列传 是将战国时期 齐国与魏国的桂陵之战 公元前354年 魏惠王御是石中山的旧恨 便派大将庞娟前去攻打 这中山原本是东周时期 魏国北陵的小国被魏国收服 后来赵国成魏国国丧死级 将中山强占了 魏将庞娟认为 中山不过弹丸之地 距离赵国又很近 不若只打赵国都成邯郸 季姐就恨又一举双德 魏王从之 欣欣然四霸业从此开始 吉伯五百战车以旁娟为将 直奔赵国为了赵国都成邯郸 赵王急难中只好求救于齐国 并许诺姐为后以中山相赠 其魏王应远 令田即为将 并启用从魏国就得的孙殿 为军师领兵出发 这孙殿曾与旁娟同学 对用兵之法安熟惊痛 魏王用重金将他拼的 当时庞娟也正侍奉魏国 庞娟自觉能力不及孙殿 孔其贤于己 虽以独行将孙殿治残 断孙两族并在他脸上嗤子 企图使孙不能行走 又羞于贱人 后来孙殿装疯 幸得其使者救助 逃到齐国 这是一段关于庞娟与孙殿的旧事 且说田济与孙殿率兵 进入魏赵交界之地时 田济想直逼赵国邯郸 孙殿治指说 解乱司节省 不可以握拳去打 排解争斗 不能参与搏击 平息纠纷要抓住要害 承须取势 双方应受到制约 才能自然分开 现在魏国精兵倾国而出 若我职攻魏国 庞娟必回时解救 这样一来邯郸之围定会自解 我们在于中途伏击旁军归路 齐军必败 田济一计而行 果然 魏军离开邯郸 归路中又现伏击与齐战于贵陵 魏部族长途疲惫 会不成军 旁军勉强收拾残部 退回大梁 启示大圣 赵国之围遂解 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 唯卫旧招的故事 幼后十三年 齐魏之军再度相交于战场 庞娟妇又现于 孙斌的伏击自知至穷 兵败遂自闻 孙斌以此明显天下 是传奇兵法 感激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不要吝啬的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 和给我一个大幕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这个频道